小古文 仲春 礼记 月令 海海爸爸制作 正文一读 仲春 仲春之月 使雨水 桃使花 苍耕明 英 化为咎 世月夜 日夜分 雷乃发生 使殿 折中闲洞 起户使出 介绍 礼记这本古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篇章 叫做《月令》 月令不仅描写了每个月所能观察到的典型自然现象 而且还详细记载了古人在这个月所应该进行的政治经济活动 仲春这篇课文有两个很有趣的地方 一是把老鹰逐渐不见了 而就类小鸟开始多了这种现象 一是写作 应化为咎 二是写虫子 其护使出 把虫子住的地方比作人类的房子 正文二读 中春 中春之月 始于水 桃使花 苍更鸣 应化为咎 是月夜 日夜分 雷乃发生 始殿 折虫闲洞 起护使出 现代文翻译 中春这个月 雨水开始落下来了 桃树开始开花 黄鲤鸟开始鸣叫 老鹰消失了 带枝而来的是诸如至咎这样的小鸟 这个月呀 白天晚上大智均分 雷开始发出响声 开始出现闪电 冬眠的虫子全都活动起来了 开了门开始外出 正文三读 中春 中春之月 始于水 桃使花 苍更鸣 应化为咎 是月夜 日夜分 雷乃发生 始殿 折虫闲洞 起护使出 快来关注 订阅我吧